我是一直一信主就已经回到一些比较对性灵开放的教会 不过当我在聚会里面见到人被性灵充满 可能有一些我在理性上我不能够接受到的一些现象 其实我解释不到 在我心里面慢慢对性灵的工作产生了一些抗拒 不知不觉之间我自己是很怕被性灵充满 亦都很怕被性灵充满会不会像他们这样 可能无端端跌到地上或者不停地哭或者笑 好像完全是控制不到的 虽然其实牧者或者有很多和我们去分享被性灵充满的人 其实都说自己的性灵的工作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不会好像聚了走你不能够去控制的 但是其实我心里面有一些担忧 虽然我自己都曾经因为很想去认识 都出去给人去祈祷按手祈祷 但是我每次都觉得其实我不是很大的感受很大的灵兽 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姐妹跟我祈祷的时候她突然间哭了 然后就跟我说她说神祢是很爱你的 耶稣跟我说祂是很爱你的 你信服神信服圣灵 当时她哭到很激动的时候就问我可不可以抱着我 当她抱着我的时候其实我都很哭了 我心里面其实觉得很大的感动很大的痛 但是我不明白其实是什么来的 但我都记住了她的说话我不明白 我什么不信服圣灵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很信服神的 很听神的话 然后其实过了很多年在教会里面 其实一直在祈祷读经 我会在祈祷读经里面 会见到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带领 不过慢慢我就会没有了那份动力 因为我在路里面我会知道 我的头脑上我认知我要这样做 慢慢就好像一些法律座人那样 成为了好像律法主义那样 我知道我要做 但是其实我没有能力去做 也都没有力去做 一直在这个状态里面 也都知道自己慢慢不是跟着神的路 好像有时候会犯罪 或者其实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很不喜欢自己 因为为什么我会那么容易就跌倒 那么容易就不是在神的路里面 不停在认罪悔改 但都好像在那个惡性循环里面 出不了来 后来我去到一个机会之下 今年去参加访罪悔 在访罪悔的聚会里面 听到终于明白 其实我们基督徒不单只要去读经祈祷 去过这样的灵修生活 一个亲敬神的生活 而且我们其实都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才能够得着生活的力量 而且能够得着能力去行在神的心意里面 在不同的聚会里面 在不同的聚会里面 牧师慢慢去讲关于圣灵的工作 慢慢让我去明白到 原来当我们只是在头脑上去认知 知道了要去祈祷 要去读经 要去清静人神的时候 我们又不被圣灵充满 其实是会在这个律法主义里面 在我们的头脑里面 都应该应该应该 但其实我们没有能力去做 我终于看到我自己生命的光景 开始很想认识神多些 认识圣灵多些 在他们为我们去祈祷的里面 我发现原来在我心里面 是对神、对圣灵抗拒的 我抗拒圣灵的工作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不愿意被祂充满 我立即就向神去悔改 去认罪 后来牧师告诉我 原来圣灵是温柔的 所以祂不会选择你 圣灵有很大的能力 但是祂不会因为我们 如果我们不愿意的时候 祂不会硬要去充满我们 祂很想去充满我们 但是祂不会在我们不愿意的底下 去减强逼我们 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去顺服的时候 圣灵就愿意去充满我 我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其实我又没有跌倒或者狂笑 但是我就有去流眼泪 每一次我流眼泪 我的原因都不同 有些是因为我看到 原来我没有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有时我感恩 原来当有神的能力去充满我的时候 原来我可以很喜乐 很开心 但是慢慢我又发现 为什么每次我都要在祈祷 或者敬拜的聚会里面 我才有这样的感受 或者才会觉得神的很大的同在 当我又再去将一些经历和分享的时候 有些特殷姐妹就问我 其实平时你的读经和祈祷生活是怎样的 如果一段时间你不去参加聚会 或者你不去聚会 原来你又发现好像不再感受到神的同在 又好像以神的力量 又好像在你身份里面 又好像不再张献的时候 其实你便维持不了 之后我就在这个 有了一个机会 去到 发现原来叶牧斯有一个 讲圣灵和圣灵因高的课 其实在第一堂的时候 叶牧斯已经跟我们说 我们在聚会里面有经历之后 其实我们是需要维持的 那祈祷和读经是维持之外 其实平时我们都要多些去操练 那我们可以透过去感受 或者在心灵里面 去不停地爱慕神 去慕慕神 去放松自己 去说哈利路亚的时候 其实你的心里面自然会有喜乐 和平安在你的心里面涌流出来 那当我第一次去听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 我不是很明白 因为我是一个 我投入明白 我才能感受到的人 那我觉得 如何将我整个灵 去勇去神呢 那我想起一首诗歌 去说我们要全心 我们的口 我们的灵 我们的我全心 我全人 都去爱慕神 去爱慕神的时候 那我们开始去明白 其实神在圣经里面 都是要求我们 是要我们尽心尽尽尽力 去爱慕神 用我们心灵的诚实 去敬拜神的 过往呢 我明白这个圣经 在唱歌的时候 我用力去敬拜的时候 我都会感觉很不同 但是呢 我就不明白 其实在诗篇里面去说 一个人他当他的生命 是在神里面的时候 就好像一棵树 装在溪水旁 他会按时结果指的 那你要就夜 思想神的话语 就有这样的结果 思想神的律法 那其实神的律法是什么呢 不是只是说 摩西遍经里面 那些所有的规条 而是神他叫我们 简单来说 就是叫我们 去尽心尽力去爱他 耶稣也将给我们的介面 就是要爱神 爱人 简单来说 那后来呢 有一次我走路 我去想 神要去操练 如何去爱慕神 如何去真的 我心灵里面有时刻 都能够去很喜欢神呢 那我就突然想起 其实有时候 我去 约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或者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 其实呢 我都会很兴奋 很害慕去见到他 或者我会很想去 快点见到他 那我突然就明白了 原来其实我都可以 这样去爱神的 因为虽然 我们现在见不到神 其实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们去想 我们见到我们的朋友的时候 或者我们见到我们的男朋友 或者我们的爱人 喜欢的人的时候 我都可以怀出一个这样的心情 于是乎呢 我就明白到原来呢 所谓的在心灵里面 去爱慕神 去爱慕神 其实就是这样的状态 于是乎呢 因为我直觉 我现在的心 和我的脑 我的认知 其实是可以联合到的 以前呢 在我未认识 怎样被死刑充满 怎样去 就是爱慕神 去清静人的神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觉得我不是很明白我的心 我只是在头脑上 知道呢 一些事情应该这样做 应该这样去做 有时候去做到 我自己很累的时候呢 其实呢 因为我也会懒惰 会觉得辛苦 那样可能 我就很容易放弃了 那样 但是当我现在知道 原来 我是用我的心去做的时候 当我很累 不想做的时候 但我一想起 啊 很想去见神 很想去亲近神的时候 我都 心里便自然 会有那份的动力 和喜乐 去做这件事 嗯哼 感谢神 那你现在呢 在你爱慕神 会不会 有经历到神的临在呢 呃 当我去爱慕神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觉得 不是很明白 但很难 但是现在呢 只要我想起 啊耶稣这样 其实呢 我心里面呢 已经很开心 已经是觉得 啊神和我一齐 神已经呢 神是在我身边 只是 有时我 因为环境 或者有时有些情绪 我会感受不到 是 但是当我 现在呢 当我慢慢去操练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 啊 当我一想起耶稣呢 其实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嗯哼 嗯哼 即是可以 在一祈祷呢 即时呢 可以 在里面 是不是有一种喜乐 走出来呢 因为是 会觉得 我很想笑 以及我已经 心里面呢 已经是见到自己的微笑 见到自己的笑 那这个是涌流出来的 就是 正如圣经说 圣经将神的爱园 换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里就讲到这个喜乐 好像在里面就会流出来 活水的干壳流出来 是 嗯 感谢主 即是说我们亲近神 可以即时呢 是感受到神的临在 和祂的工作的 是的 令到我们更加喜乐 更加有信心 多谢主 感谢主 是 是